哎呦我的妈啊 注意了 又到了每个礼拜一的鬼灯奖时间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电视机前面 每天都在期待的礼拜一的到来 这一个钟头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首先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高大臣高医师 验过那么多尸体 有统计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 大概是什么数据 大概红酒都很早过关 红酒 像小孩子刚说9岁 19、29、39、49到59 69比较少见 那是一个关卡 9就是人的一个关卡 真的是真的是 再来呢 再来就是在你 生日的前两个月以内出事情的比较多 很少过生日以后 你说你到月 到月早上是生日 可是你活过9月10号的话 你大概可以再活半年以上 但是你如果在9月10号以前的7月10号到9月10号中间 绝对会出事情就是在这一段 如果是你要出事的话 对对 我现在不知道一个就是这样 他是9月出生的 然后他5月去算命 算命跟他说你最近会出事你要小心 他就说不会啊 他就跟同学一样常常去喝酒 他有一天去酒店喝酒 人家刚好开枪 就打到他 刚好在7月20 他是9月10号生日 7月20被开枪打中 死掉了 结果来厌尸的时候我一看说 这个残死了 这个生日应该在9月多以前吧 9月20以前 真的一框九月前兆 这是一个数据啊 还有一个什么生命 还有一个是生命 没有那是我自己好玩啊 看就是每次解播他死了以后 特别是那种混混的死亡 我都会想要看一下说到底 你真的生命就是到现在结束吗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被开枪打中死掉 还是被杀死 我就会看真的耶 他说生命店来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35岁的 大概在这个期间的话 这地方不是会断 就是会有那个黑点 就有点 好像有皮下出血的 就会比较黑啊 他说这个有点问题啊 他这个关就是不会过啊 那那个不是施斑啊 对 施斑在那里 对啊 搞不好眼睛看花 看得多 专家 专家 好 今天呢 一开始我们就稍微讲一些 这些 这个不是说一定百分之百 但是呢 因为高一是看的太多了 他 他看应该大概的统计 大家做一个参考 可是我们一开始先给各位一个暖场 也给现场来宾一个暖场 请看我们提供的影片 我没看出来 很难得 很难得 假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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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假的吧 好 快点 快点 好 这样一下 哎呦 哇操 什么东西出来了 有一个东西出来了 叮咬咬咬咬 好心 好感到 有了 真的 真的 从骷髅头 哇 眼睛 好心哦 这是什么 对 这个 你可以到前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正常吗 好可怕 我觉得好可怕 有个正常 救命啊 我来了 我来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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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奇怪 这个影片我认为应该造假的机会比较高 它如果既然是一个监视机在拍摄 它应该就它整个出来看会怎么样 没有啊 只到那头露出来一点 它就给它卡掉了 这个面试机 其他面试完就关完了 那个人不是走了吗 对 他就差不多 他就关了 现场还有人啊 不是现场没人 是哦 那会不会看那个录影带之后 会厄运连连 你会 很恐怖 没有 这因为很多人看过 就是说他 他其实这种东西 他必定是 显恶像给你看 他可能就是 显一个像 可能当时吃场对了 可能当时一些 一些外在条件对了 他才可以显像 并不是说你每次拍都拍得到 看完暖场女片后 接下来是紧张四季的PP赛 资深媒体人胡孝成 曾被阿飘指定要他采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许建国要分享 在饭店阳台 遇到的奇怪现象 而维维安详 解回自己被偷的东西 又碰到什么麻烦事呢 法医高大成 竟然在梦里被被害者 起吃羊肉炉 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故事 让我们慢慢听下去 首先王宇杰要说的是 中了污毒的神秘事件 因为我是基督教 然后我们都有一些 就牧师请来帮我们祷告 但因为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 然后因为我们是 所有的学生都在一起 在聚会 然后就有人一直叫我 说赶快走开走开 我说怎么 一睁开眼 我那个同学她是长发 她在地上就像蛇一样 这样子开始动 而且是真的动 然后我整个吓死了 跳到椅子上 然后我说怎么回事 而且这女生是很秀气 而且是一个很有钱的家里 然后她印有一种巫术 是一种 她们不知道在身体放什么 然后她那个东西放进去 就算你长得不漂亮 或者不帅 但是别人看了就觉得 哇你好有吸引力 所以我们都怀疑 这个女生可能有败过这样的人 那就算了 她在行动之后呢 她又变了 她变像狐狸一样 而且因为像蛇一样 她头发是下来的 她根本就看不到她眼睛 但她当狐狸的时候 我真的吓到 因为她都是用四肢跳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把她逼到 就墙角 她逼到的时候 一抬眼 她眼睛是整个是这样子 而且是整个 就这样子 就整个好可怕 然后还跳来跳去 我们所有人就整个傻眼了 然后因为牧师一直想要抓她 就帮她祷告 帮她祷告 然后最后呢 我们先擅长 然后之后这女生 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她还是在学校有看到她 但我怕她了 就是坏事会打招呼 但是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就是把这些就是恶灵有没有赶走 这样子 所以牧师有来也没有用 在现场 有有在现场 也没有用 她要抓住祷告 而且她是一直 因为那牧师只要把手放到她的头上 她一直走 本来像蛇更难因为抓 但是之后她就一直在变 变到糊糊的时候 因为一般人不可能用两 就是四肢这样子跳 或者用身体这样子滑动 她是真的就在地上就这样子就走了 真的还蛮可怕 那时候我看过就是蛮吓人 跟郑凯宗上次那个照片一样嘛 她也是变成变形了嘛 对 对 她鬼上身喔 对 对 度一个综艺 灵异节目的时候 真的假的 她有照片啊 我们现场那天有看到 不想再跟她联络了 不是我只是 你跟她现在在交往是吗 我没有认错曾经谈交公司了 OK 但是为什么上节目可以鬼上身 他们去那个到野外 灵异节目 对 去做灵异节目 没事 希望你祷告的时候能够 发挥这样子的作用 好 干嘛什么作用 救人啊 好 来 她不用做这个 她直接从那边就好 我认为她过来马上就回去做 不用做这个 你再出来 夏天一定比你强 那你这样 觉得可怕的举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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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花钱买来的 喂 那菲律宾说可怕 我认为另外一个自己看到鬼 可是她太有礼貌了 所以我觉得不可怕 我就讲的是这个故事 鬼 看到你很可怕 讲一听听 赶快加分 可是她 我觉得她很有礼貌 就是我在菲律宾做宣传 然后因为五星级饭店 然后呢 我那个房间 反正简单来说呢 我房间是有一个道 就是有一个门 然后我助理是睡这边 我进出都是透过她房间 因为我这边有个客厅 那我不怕 但是那天晚上 我在那边 我在洗手间 我就一直会 就是会鸡皮疙瘩 对吗 那早上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 就好像有人在咬我 说 manman wake up wake up 他们都看见了阳台上的 那看下面的那一刹那 看到一个 他的脸就贴着那个 那个房门的那个镜子 就对着里面看这样子 脸上推贴着这样子 看着里面 我去叫我朋友来看 我朋友也看到以后 我们俩都看到了 谁 那天晚上 我在那边 我在洗手间 我就一直会 就是会鸡皮疙瘩 对吗 那早上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 就好像有人在咬我 说manman wake up wake up 因为在菲律宾嘛 然后我一起来 我想男生的声音 我一回头 站在我们这个通道 是有一个男生 穿金色衣服 舞兽 然后 我看到我吓死了 我想我又没有穿衣服啊 我赶快拿被子 就这样子 我看他 他就说 sorry ma'am 他说sorry morning call 我说morning call 怎么会到旁边还咬我啊 然后整个过程 我起床 电话隔壁的电话一直响 但我有点不爽 我想说为什么我 我助理会 让这个男生到我房间 叫我起床 还是是他完全睡死了 然后我边过去的时候 我才摇 才碰他一下 他就醒来了 他说干嘛 怎么了 怎么起床了 我说你没有听到那个服务生 一直在那边敲敲这个 就是房间的门吗 他没叫你吗 他说什么什么人啊 没有啊 然后我说好不讲 我接电话 那接电话是 因为一直想嘛 他就嘟嘟嘟嘟 就已经没有声音了 我一挂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是7点20分 然后我们的报纸 也的确在房间里面 然后最后我们去问那个 就是饭店人 他们说他们饭店是 是绿色还是红色 我忘记 不是金色 而且他们说五星级饭店 不可能 房间有人 他们可以进来 对 然后到现在我还是 不知道是人还是鬼 但就算是鬼 而且重点是他有跟我道歉 所以我觉得他还蛮OK的 这个比较恐怖 这个比刚刚恐怖 对啊 穿金色的 对 我只是说他还蛮礼貌 我就想说应该不可怕 但是 对啊 我们希望 希望赵哥祷告的时候 可以看到 刚刚他看到的 好可怕 来来 请坐 好 听中有耶稣汉 对不对 被阿飘指定的采访卷 我当时完全没有叫这个案子 我只是一个 就是比白天因为无聊 关完书店之后 然后就走那个咖啡厅去 那个咖啡厅是有一二楼 二楼外面的话 有个小阳台 它是可以吸烟的 那我平常有吸烟的习惯 那天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杯冰咖啡 然后就走到楼上去 然后走到那边去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阳台这边 就是有 都是玻璃门 有两个门 但是它就是玻璃墙这样 那玻璃墙后来之后 我当时想走到这边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女生 就坐在我的正对面 坐在我正对面 我到现在还能形容出她的样子 就是她指法长法 然后大概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她穿了一个那种 蓝色的一个 女生用的一种军大衣 然后黑色的长裤 我连那个鞋跟 都还有这么一点点跟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就记得她坐在我的一个正 就是面对了我坐在正对面 然后呢 手上还掉了一根烟 旁边放了一杯冰咖啡 那个冰咖啡 跟我的冰咖啡 手上拿的是一模一样 我当时在想 外面所有的卖场都没有人 大概有十几桌都没有人 只有一个女生 很怪 那天晚上七点多而已 我就走到另外一个门去 走到另外一个门去的时候 走到一半我想 也不需要那么啰嗦 我就再走回来 一走回来的时候一看人不见 我当场傻蛋来一边我想 两个玻璃门 我在那边看人不见了 在那边看也没有人出来 然后整个卖场也没有人 我就觉得很怪 他不可能跳下去了吧 那个在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晚上七点多 然后一半天晚上七点多 下面还是很多人 如果有人跳下去的话 那大概下面会引起骚动 我当时就记得 我赶快打开玻璃门之后 然后把杯子放到那个桌上 我就开始往那个阳台外面看 看半天我发现没有人 没有人之后 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 开始打电话给我妈 给我妈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说 老妈 往往泡到一种奇怪的脏东西 怪怪的 然后我妈就说 现在邢天宫好像差不多快关 你要不要去邢天宫去拜拜 我就说好吧 那我去邢天宫 我才刚把邢天宫这三个字讲完 我背后就 有听到一个椅子讲 突然这样 用力叫拖了一个声音 我整个 我讲说 跑信用那么多年 第一次那么怕过 我到夏威夷在记忆游行 那个整个听到 那个声音的时候 整个凉意从整个脊椎 到整个头顶都马 然后我就跟我妈讲 他好像不太爽 因为他很不舒服 没关系 结果后来 我妈说你要不要去拜一下 我在讲这个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就回头看 确定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 然后我就再回来 然后我就弄出来 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到庙里面去拜一拜 结果这个意念才刚捂完没多久 电话就起来 刚才告诉我说 在台北市发生了一起 就是长师命难 问我有没有空 让我过去 跑这个行为 我说好 那我就去跑 她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是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在酒店上班 然后她被她男朋友 因为吵架的时候 男朋友就把她给 就掐死了 掐死了之后呢 因为怕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租的房子 她掐死怕被人家发现 她就拿那个棉被 就把这个女生 整个包裹起来 外面再套的那个缩胶袋 套的缩胶袋套一套 套了之后 然后就把它塞在那个床头柜 我们一般的房间 有床头柜里面 就塞进去那男人就跑了 那为什么这个女生有个故事 因为她是一个将军的私生女 一个陆军将军的一个私生女 后来之后我就想说 我就去看那个现场 她被发现到的时候 是因为已经 积欠了那个房租三个月 房东已经收不了 就叫她把阿姨去 里面去把全部都清掉 在清的过程中的时候 阿姨就发现到 这个女的被藏在那个床头柜里面 后来我就跟着去 去的时候 他那时候封锁线 还没有完全封锁起来 所以我还可以从 这么大的门缝里面 看到那个 照那个监视人员 跟那个法医 就把那个遗体 从那里面 一件件再打开 再打开 在一层层扒开来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整个就傻掉了 因为我傻掉的原因是因为 我看到的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是背影 侧躺的背影对的我 那个背影就是我在咖啡厅 看到那个女生 一模一样的背影 一样是蓝色的 蓝色的军大衣 一样的头发到这边 跟妙在那里 我没有看到脚 但我看到也是黑色的藏库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只是她已经变成枯骨 但那个头发还在 整个背影就是一模一样 那时候开始之后我就 跑完这个新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大概那时候已经忙到了凌晨的时候 我经过 我记得我进了 要回家之前 我还去了派出所 去了分局 去了一趟之后再出来 正好分局旁边有一个土地公庙 我要去拜一拜土地公庙 再会绕了好几句 我再回去 我希望来参赛的女艺人们不要遮耳朵 对 因为你们刚刚讲的 大家也很害怕 好累 我让给你了 刚才这两个故事 觉得胡孝辰先生比较恐怖的 请举圈 一 二 三 一票险胜 好 来 还是赶快让位好可怕 被偷的东西千万别救回来 这故事呢 是我一个化妆师的好朋友 那那个时候她刚好刚离婚 然后又是单亲妈妈 所以呢她就接了一个case 那case很辛苦 要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要到内蒙古那边去拍戏 但是为了钱她就去了 她是自己一个房间 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我们台湾民宿的感觉 她在睡觉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她的门呢 被打开 撬开 有人进来的声音 所以她的直觉就是 有小偷 那当时呢 她的护照还有钱 是放在枕头底下 行李箱呢 是散在旁边 枕头旁边呢 是一团混乱 有她的那个化妆包啦 然后梳妆包啊 然后重点是她有一个针线包 这个针线包呢 是她自己做的 所以那个针线包上面有非常多 她自己喜欢的猪猪啊 小亮片 那里面呢 当然就是一些平常要帮艺人啊 风风补补啊 一些针线啊 还有一些小玩意 那个针线包就放在桌上 那当时呢 她呢就听到那个歹徒呢 就东翻西翻 东翻西翻 她心里非常的紧张 但是她想 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女生 我们就装睡 只要她不要伤害我们就好了 所以呢 她就开始装睡 但是还是偷偷瞇眼 就看到那个人呢 的下半身呢 就是黑色的嘛 然后歹徒嘛 然后手上呢 拿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很像是安全帽 或者是石头之类的 她就心里想 哇 那她是有可能 就是有骑车过来 然后戴个安全帽 那会不会有头大 反正她整个心里就很毛 整个晚上就睡不着 而那个人就一直翻 一直翻 一直翻 后来呢 当她隔天早上起来时 她发现她什么东西呢 都在 但是一团混乱 她就是不见了一两个小小的布 还有呢 不见了那个针线包 但她当时认为呢 可能还有一些隐藏的钱啊 藏在那个柜子底下 可能有被翻走 可是她早上快迟到了 所以她就立刻去开工了 那重点就是呢 到了她要收工的时候呢 她已经拖着疲惫的身心 而且那一整天呢 她都觉得很不舒服 那也因为她的针线包不见呢 她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都变得很难处理 而当她回去的路上呢 她就看到那个街上 有非常多的人在围观 那因为围观的人 平常有时候有小贩啊 有什么都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她也不以为意 她只是一心想赶快回家 然后她就一直说 借过借过 借过借过 这时候她就撇到了 他们围观的里面呢 那边有她的针线包 所以她第一个想法就是 怎么会有我的针线包呢 这也太嚣张了吧 歹徒偷了我的东西 那现在是来街头 卖艺还是怎么样 怎么会把针线包落在这边 还是昨天骑车走的时候 就把我针线包落着 总之她又觉得很恐怖 但是呢又觉得很兴奋 因为找到针线包 所以她就说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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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她就想要去拿 她的针线包回来 这个时候她就看到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 手跟身体是分开的 然后就躺在那边 然后当然她的状态是死亡的 而她的头呢 跟她的身体呢 是半分开的 然后在脖子的这一块呢 有缝补的痕迹 然后旁边就是她的针线包 也就是说推敲起来 她看到手上拿的那一个安全帽 其实是她的头 而缝补的地方呢 就是她的针线包 那因为她的工作 所以她针线包的颜色 是多彩多姿 不只有黑色 蓝色 绿色 什么颜色都有 所以缝的时候 也是各种彩色的线 而我那位天兵的朋友呢 一把抓了针线包就离开 然后匆匆忙忙打包 跟剧组请假就回来台湾 她回来以后 大概就衰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直到后来 找了老师去公庙解决的时候 发现说 我真是卡道英什么的 所有的老师都告诉她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不要把那个东西带回来 因为她还没有缝补完成 她的三魂七魄里面 有部分是跟着针线包回来的 所以你才会倒霉那么久 那这件事 当然后来还是圆满的解决 让我朋友也真的下个半死 这个已经超越灵异故事 这是一个悬疑的东西 是的 觉得这一位啊 我会按讲的比较恐怖 请举全 一二三 三 哇塞 带来的故事 我开始了 阳台上的女学生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概有五六年前的五六月是属于夏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跟朋友约去到日本东京去玩 那刚好就坐最晚的班机飞到那边 到那边大概差不多十一点多了 那所以我们就直奔饭店 然后check in的时候 他就帮我们饭店的柜台去说 那你是在酒楼 然后我们就住在 又是边间 很奇怪 我就到边间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 都会按照那个礼帽就敲三下嘛 那敲进去之后 开门的那一刹那 一股冷气往外这样 吹出来 对 那时候觉得有点怪怪 因为那冷空气有点眉眉的味道 那所以就不以为意 还是就把电插上去 插上去 灯那一亮的那一刹那 你会觉得像那种拍电视剧 里面有一点薄雾的干冰的那种感觉 就整个整个视线是朦朦朦朦又柔柔的感觉 就雾雾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子很怪 那你的下一次就会想说 我干脆把那个 那个 对让空气对流一下 里面搞不好 也不是烟味 没有任何味道 就是有点眉眉的味道 然后我就把那个电动窗按下去的时候 很奇怪 他那个他这边 他的右边是窗户 是落地的 这边门在这个地方 是有把手可以出去的 那他这个 这个 那个窗帘是这样这样这样移过来 可是他当移到中间的时候 就正中间的时候 他就一直移都移不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故障什么 我再试一次把它弄过来 再移过来 还是在中间 他说 可能是故障就算了吧 那就已经时间那么晚 就干脆去洗澡好了 然后 我就去洗澡 然后洗澡的时候 不是我们都 裂蓬头冲下来 就是热水 整个房间都蒸气很热啊 你会觉得 你前面是热的 后背是热的 然后后背一直有 就是感觉有人在摸你的背 然后一直上下这样摸 这样上摸 你就会觉得很冰 为什么 而且那个热水会喷到后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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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在干嘛 对 对 后面一个人都很可怕 有人在摸你的背 我们下一大套 我想好像多了一个 真的 要听我讲的 然后摸背 就是很奇怪 那个热水一直喷过来 应该整个房间是热的 可是你就是只有背 这个地方是冷的 就然后一直会有人 有人touch你的感觉 轻轻地摸 摸上摸下 但是我会觉得很怪 整个就是一个怪字 然后你会觉得 赶快洗一洗 就赶快出来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总是这个房间可能有点问题 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就问看那个柜台有没有 可不可以换房间 他就好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他就最后帮我们瞧了一个房间 房间是在十一楼 而且同一个位置 就九楼在这边 他的十楼十一楼 同一个地方 那一进去 我们当然也是敲三下 就咚咚敲三下 就进去 都很正常 里面就把那个叉就叉下去 整个灯光亮冷气也出来了 都OK 然后就觉得 这个房间是干净的 也没有什么雾雾的感觉 那当下就想说 我想说 我们把这个窗帘打开 再照那个方向 在九楼的那个情况 再重新演一次 然后就把那个 电动的那个窗帘打 现在移过去 那门就 门就整个窗 就窗门几近 就看到外面的夜景 那想说那出去看一看 我们那个九楼 为什么那边打不开 就是那个窗帘到这边 就定住 就完全打不开 那我想好 就出去看 那我朋友也出去看 那时候我们就这样 然后就站过去 就是 我在看下面 我这样看下面的那一刹那 看到一个高中女学生 日本的高校女学生 穿的就是那个短裙子 就是白色上衣 这样子 然后 她的脸就贴着那个 房门的那个镜子 就对着里面看这样子 脸上贴着这样子 看着里面 可是我是看不到她的脸 因为她头发是长 到这边的 女学生的头发 然后 你知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就叫我朋友 她在九楼 九楼 就是你们刚刚的额外 就是那个门的 她就这样对着看 对她就对着那个房间 里面看 反正为什么 我回想说 为什么窗帘到这边 就拉不开 还好拉不开 如果拉开的话 真的跟她四目相交就完了 搞不好附在你身上 就变成大法师 就趴在那个天花板上 搞不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然后我就叫我朋友来看 我朋友也看到以后 我们俩是挫了半死 两个都看到 我们俩都看到 我们俩是挫了半死 然后 就是我们俩同时这样看的时候 那个女学生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感应到 她这样 要回头看 要抬头这样看我 那一刹那你知道吗 整个人 倒抽回去 我跟你讲这样 我们这样一大步 是很容易的 对不对 那时候你这样一小步 你都觉得你整个人 都僵在那边 动都动不了 后来我现在才觉得 我现在才知道说 你碰到真的这种恐怖的事情 你完全叫不出声音 然后你一夜移不动 你就整个人就僵在那边 你只有身体要往后这样 这样子 最后 最后我们就回到房间之后 我们也不敢再往下去看了 回到房间之后 你知道那一整夜 都没办法睡觉 你一直很 一直想到那个画面 女生站在那边 我们头这样看 她这样 要准备要看你的那一刹 一直重复这个画面 到昨天 我要上节目之前 我都还梦到这个画面 所以晚上我都睡不着 我就觉得很恐怖 后来第二天就去问 问那个 那个 饭店 才知道那边是一个女学生 在那边曾经上吊 在那个房间里面 就在九楼移 哇塞 她还不是跳下去 她是当无调 上吊自己 哇靠 一个女学生 太恐怖了 我有一个朋友 是前面就是差不多 然后她也是看到上吊 可是那个女的她有看到 而且那个女的头 是不是往下 她是三百 一百八十度转上 然后我朋友就做了很久的 对 而且而且 所以你还好有往后走 你知道我之前也 不然她整个一百八十度 转过来的时候 王雨菊 你是快崩溃了 请告诉我 你只是做梦 拜托你 是真的 快崩溃了 快哭了 我现在这个饭店 我觉得没有怎么样 有边间吗 是边间 它是楼梯 可是它是楼梯 它的那个什么 电梯是在另外一边 可是每一次 在半夜同一个时间 我的饭店就是 因为我是晚上洗澡 会出水深 那我都说 那个只是 大概我没有关好 或什么留下来 但是都洗澡 离洗澡大概一个多小时 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应该没有事 你这个还 也不见为敬 我们在附近有一个 有一个大楼 然后呢 它每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那个电梯就直接到三楼 停住打开 关起来又到一楼去 每天晚上八点钟 准时的到三楼 因为那个三楼 有一个女生 就算掉自杀了 然后这么多年来 八年来都这样 好 请法师去弄也没办法出 来 请开始投票 觉得我们 建国兄讲的比较恐怖的 起举圈 一二三 未免这宝座 梦里的羊肉 我在这二十七年当中 解剖那么多的死者 大概解剖了三四千个 大概就是只有这一个人 来跟我说谢谢 其他的来跟我托梦 托完以后 你事情被解决掉 他就走了 就是说不待会找你 只有这个我一上 真的是很 真的是日本人的精神 他就七十二岁 他有一天 他就在家里 就突然回学厨 就都烧起来 结果因为在客厅里面烧起来 所以外面没有办法去 虽然消防队来了 进不去 因为他把那个 外面这个庭面 跟那个客厅 两个门都从里面锁起来 所以消防队没有办法 就把那个门把它敲开 敲开后进去 把火熄灭以后 发现说 怎么一个人死在那里 他就要狂 真的 原来是这一家的主人 就是这个七十二岁的里长 他们就说 请法医来验尸 因为有点问题 但是虽然那个门都锁着 是不可能有人进去 就是说他应该在里面 因为里面没有人 就他一个嘛 所以法医进去看 就是说 这个密室不可能杀人 这一定是引火 就是说他有割井 割井不成 然后引火自焚死亡 真的遭遇不测 还是梦一场 他就会让这位你听到也做阿三 不然你是要拉他 他就说 他就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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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 真的不是 我说这个梦是真的还假的 你都先跟他一起 所以法医进去看 就是说 这个密室不可能杀人 这一定是引火 就是说他有割井 割井不成 然后引火自焚死亡 可是那个 家属就一直认为说 不可能 我肉不煮食 还要 但是找不到人 就一直等了差不多 三四个月 快半年 他就看我在电视上讲话 他说 可以请高医师阿 因为他本来有跑去找 好像杨博士 他就讲杨博士双找谁 找一大堆人 可是他们就认为说 你那个事情那么久了 因为他过了好像两三个月 才开始找人 大家都不帮忙他 可是他就很奇怪 就有一天就 就是过了三个月 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爸爸来 他是跟我这样讲说 爸爸来找他 跟他说 你去台中再找一个华医 他说 上次老 那个不是台中的华医吗 可是看错了 怎么又要找台中的华医 他说没有 台中有一个华医 在北部 结果他真的去找家 真的是找到我 那我是认为说 哎呀你这个已经那么久了 看你没有意义 他说拜托 他爸在交代说 一定要找我去看 我说好了好了 既然讲得这么闲 没有怎么给你看 我就跟他坐车 拖银子住 彰化 湿湖 挖 我就去 他去看 怎么里面 水 水电什么都弄得好好的 然后那个门敲开以后 他用铁链把它锁起来 他也没有去修理 都没有修理 都把他扣掉 所以我要进去就 链子转开就进去 我说你怎么保持好 他就是一直想说 他爸不能自杀 一定要有人再来看一次 然后我就进去 他里面有一个录音机 录音机在念那个活经 然后在超度十字 因为他爸死在那 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吵 其实我是感觉有点吵 因为我才不太相信 我是个无神论者 我那里面那个 没有什么意义在 所以我说 这很吵 因为我每次去 去改革也是人在念 我说 感觉很吵 不要念了 很烦 可是 那一支棋子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点说 那很大声 我就跟他 要跟他女儿说 要把他关起来 可是我一想说 搞不好人家很信 对吧 你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也很惊急 我都好不可以看看 我就看了一遍以后 大概不到十分钟 我就说 诶 真的不是自杀 这个有问题在 我就要讲的时候 诶 我就跟他 那个女儿说 等一下我给你讲一下 我刚才要讲而已 那个录音机就停下来 也没有人去摸他 我就 他吃点也都没饱 点了 我看到 诶 诶 他在摸他 我也很爱摸 我说 哎呀 你爸也要听我说的 我就跟他滚笑 你爸也要听我说的 你看他摸掉了 我说真的 我进来 看了以后 我知道 你爸不是自杀 因为 第一点他死的时候 那个刀子没有在地上 也没有在手上 是放在桌上 没有一个人自杀的人 把刀子割了以后 还有 还有空把刀子放桌上 然后再趴上去死亡的 然后第二点 你爸死的地点在这里 刀子放在桌上 可是 那个火的气候点 是在这里 气候点 并不是你死亡的地点 这个就是他杀了 因为你要自杀 要点火 你只要点了 不然我走来这里 火又烧 你就是要烧自己 你怎么走来要送死 所以你气候点 就是你死亡的地点 这样才是自杀了 他说我认识 这两点就有点怪 然后第三点 你爸自杀的时候 他割的是右颈 而且你爸是 他那个手 照例 我们可以比 因为你爸 我不晓得你爸是左手 右手 右手比较多 我们看就知道 你看你左右手 左扁 你用的 比较常用的手 会比较sharp 比较尖比较直 这边比较大 所以我们知道 右手扁左手扁 右手扁的人 不会割右颈 是割中间 或是割左颈 你割这样不对 而且割的时候 他有一个缺点 他前面没有镜子 所以我看自杀割井的前面都有一个镜子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 所以在镜子前面他还知道说 我有挂到那些金 他有噴出来吗 会死 所以我们都会看那触目惊心的 那整个镜子都是血嘛 吞到过头下嘛 那我再跟他说 最后一点就是说 你其实你爸死 那个时候因为 他都保持原来状况 所以地上血很多 虽然有烧过 可是都焦了 都黑黑的这样子 那个血迹扩大的程度 我认为已经足以造成一种死亡了 所以我认为他是死了以后才被杀 那时候被杀 他杀嘛 就死亡不真会嘛 那我就跟他说 这个真的要重新再看一次 可是那个他女儿就跟我说 可是那个法律就认为说 密室不会杀很 所以他一直坚持 不改变 不改变 就是不改成他杀 他一直要坚持要血自杀 我说没关系 我们去找检察官再 拜托一下看看 要不要重新再验一次 所以他说 那个检察官很好 他就说 哈 柯婆今天 你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现场看 我再带他去现场看一次 我再来要求两个事情 我说您 当然 因为小 这个杀人者 不可能从前面出去 没那么大大 台南又在台湾又走 一定在后面问走 后面就是问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密室了 所以后面照到你要采指纹 可是那时候监视子来说 高丽师这已经敲过三个以上 这指纹不好采 很乱 所以很多人摸过 没有办法采 那我就说 那不然还有一个 就是他第三间房子 第三间就是厨房 厨房有一个水槽 我说在水槽里面 验开里面有那个血迹反应 而且如果这个血迹 是他爸血迹的话 那这一定是他杀 因为自杀人不会去洗手 他杀 杀人那个人才会洗手 因为他住在外面 手都洗脊 他去洗手 所以你有家里有水槽 你如果里面发生命案的时候 那个水槽里面 水槽里面一定有血迹 这个就是他杀 真正经贵 快半年了 真的是血迹 而且还印起很好 印出来是他爸爸的血迹 所以我们已经确认 这是一个塔杀 那他说我们决定完以后 我们就说 这个要抓死者 他女儿就很高兴 说警察官都决定说 要重新重启侦查 所以就把家里就整理 整理到一半突然发现 有手机响起 就是那个手机 突然在那个地上 就像那个椅子在下面 这些人 咦 怎么有手机 最近只有我们去 还没有别人去 他就去拿 一看手机在响 他一打开 咦 没电了 没有人 那也没了 最像的 然后就去查 就请警察 我家有一个 因为他爸爸七十几岁 不会用手机啊 他就打开去查 结果查到一个手机的 这个主人 原来是一个讨债公司的 一个小混混 我们就觉得 这个有问题 怎么你手机会掉下来 他就只知武其辞 说我也不记 这路一张我不买你 可是后来 我们查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两个 曾经去他家要债 已经要了五六次了 因为他爸爸 有跟这个 这个地 那个钱庄 有借一点小钱 也不了多少 我记得好像一两百万而已 他叫这两个小笨 去给他要钱 结果要钱的时候 刚好就讲到一半 就刀子拿出来 我一想要刑事吗 而且我一想要做个理事 也很厉害 不然你是要做什么 他说 他就在这儿抬 他在这儿抬 他在这儿抬起来 很短短 刀子很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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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行李 差点 赶快赶快 假装要 假装是 自杀 就把那个 停电里面的摩托车 迁进来 把那个汽车倒出来 就电火 电火 电火以后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就赶快打电话给老板 说老板 糟糕出事情了 要钱要不成 他说 赶快 赶索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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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起来 要怎么办 老板就跟他说 自由处理啊 两个就说 手放好 用到出去 火烧起来 想说 好 快把老板说了 要来走 结果他就拿了他的电话 打完 他明明记得 他把他放到袋子里面 就走了 从后面就走了 他后来就是 找不到那一只鱼 那一只鱼 那一只鱼 掉到现场 我再去找到 然后撑完以后 这样的事情 刚好这样就 运气好就抓到 因为那时候他有发话 那个就是 起火的时间 他那个手机 两个人都在那边 有发过 我有基地台嘛 有一个人抓话 所以他们两人先喝 结果那天晚上我就睡 那一天就比较 比较早睡 睡 睡到一半就 突然说 奇怪我怎么跑到 彰化吸引器了 就是那个 死者 又经过那个 同样一个 一个房子 然后就跟我太太 开车 就经过那个房子 一样就是那 偶像的房子 我说偶像 我没有很熟 可是我又忘了 算了 那一台吃鱼肉 两个坐了 吃鱼肉就在吃 吃了一半就 偶像就在吃了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让你帮忙这么多 现在让你帮忙这么多 一桶给我抢 一桶给我抢 你先来吃 我来找 我抢 我抢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了 你不要抢我 我告诉你 你不用客气 你不用客气 他说 我来找 我快点 我告诉你 你不要走 我把我走出去 我告诉你 我让我走出去 我说奇怪 怎么会被人家请客 就突然就醒过 哦 原来是做梦 还好还好 不能抢 这位阿伯 到底是谁 这锅羊肉鲁肉 代表什么意义呢 哈哈 哎哟我的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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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帮你了 你不要抢我了 他说 我自己出口 你不用客气 你不用客气 他说 没有没有 我立定了 我来找 我告诉你 我让你不要走 我让我走出去 我让我走出去 我说 奇怪 怎么会被人家请客 就突然就醒过 哦 原来是做梦 还好还好 不能抢 又都不知道 不知道要什么 他说 奇怪 我他还不吃羊肉 我怎么会跟他在吃油肉 这也很奇怪的问题 我是真的还假的 然后我就 刚好就摸到我的嘴巴 他摸 他摸 真的都是油 你吃油肉 你吃油 我真的有吃油肉 我真的有没有吃油肉 我说 这个是梦是真来假的 怎么那么真 性感性 我就想说 算了 去人家嘴小小 然后再睡 然后隔天早上 我在看诊的时候 诶 我一上 那个我一上的女儿 就是那个女他女儿 就跑来跟我说 高一师高一师 我爸昨天跟我托梦说 他有来跟你说谢谢了 我说 哦 那就是你爸 拜托的 我在那儿找没人 你走出去 我说我哪有钱 哇塞 我真的是好 我说他爸真的是很 我 我也不认识 因为他就已经认识你死了 他还来跟我说谢谢 所以我就叫说 我的这么多的案件 就一个人来说谢谢 其他人做完就很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 很有理 理素 对 好 来 投票 高一师 讲的比较恐怖的七局圈 一二三 好 因为高一师这个 他真的助人为 对对对 这是一个扇子 好 好 谢谢高一师 可是呢 刚才高一师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跟在上课一样 连外面的人都很仔细在听 这是虽然有一点点悬疑 但是是一个善事 高一师真的帮了很多很多这些 这些往生者 一些恩怨啊什么 他都帮他 帮他 帮他解决了 这个当然了 我们那个 吴先生也帮助很多人 这些都是善事 OK好 那以后大家看到法医啊 记者啊 刑警啊 真的是 多给人家就是 多给他们点鼓励啦 他们真的常常在帮人家做 做一些事情 那今天很高兴 哎呦 我们 首次参赛获得冠军 不得了 许炫国先生 哎呦 哎呦 看不出来你有这样的潜力 来 赵哥 谢谢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可以打开看看 不是啦 你在怕什么啦 我敢怕好不好 你这瞎掉了 你这瞎掉了 送给您 上中相当 到人送个心经佛卡 好 谢谢谢谢 好 你们就是期待 我有一天出家就对了 好 谢谢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了很多的故事 给各位听啊 希望今天这个礼拜一 带给你一种想象空间 那我们还是一句话 有些地方不要去招牢人家 不要去不尊重人家 然后呢 心存三年多做三次 你就会 没有问题好不好 不要怕 那我们下个礼拜一 等你来听我们讲故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